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工作一直不固定 一会儿修水库了 一会儿搭练钢铁了 她妈也是调来调去 奶奶一个人在家乡 说是清冷得很 她三岁那年就被送回老家来了 她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 小米面饼子 玉米面饼子 长高了 奶奶不怎么管她 奶奶有事 她老是找出一些零碎料子 给她携衣裳 携挂子 携裤子 携棉袄 携棉裤 她的衣服 都是携成一道一道的 一道青 一道蓝 倒是挺干净的 自己打胳膊 剪样子 那底子 自己上 奶奶老是说 你的脚上有牙 有嘴 你的脚是铁打的哦 再就是给她做吃的 小米面饼子 玉米面饼子 萝卜白菜 炒鸡蛋 熬小鱼 她整天在外面玩 奶奶把饭做得了 就在门口上 是 回来吃饭嘞 后来 办了食堂 奶奶把家里的 两口锅浇上去 从食堂里 打饭回来吃 真不赖 白面馒头 大烙饼 卤虾酱炒豆腐 焖茄子 猪头肉 食堂的大师傅 穿着白衣服 戴着白帽子 在蒸笼的 白萌萌的热气中 晃来晃去 拿铲子 敲着锅边 还大声嚷叫 人也胖了 猪也肥了 真不赖 后来就不行了 还是小米面饼子 玉米面饼子 后来 小米面饼子里有糠 玉米面饼子里 有玉米盒 磨出来的渣子 拉嗓子 人也瘦了 猪也瘦了 往年 年个猪可费劲呢 今年 一伸手 就把猪后腿攥住了 挺大一个客郎 一挤他 咕咚就倒了 餐甲的饼子 不好吃 可是萧盛 还是吃得挺香 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 他从食堂打饭回来 掰半块饼子 嚼半天 其余的 都归了萧盛 餐甲的饼子 不好吃 可是萧盛 还是吃得挺香 他饿 奶奶吃得不香 他从食堂打饭回来 掰半块饼子 嚼半天 其余的 都归了萧盛 奶奶的身体 原本就不好 她有个气喘的病 每年冬天都犯 白天还好 晚上难熬 萧盛躺在炕上 听奶奶 咯咯咯咯咯的喘 睡醒了 还听她咯咯咯咯的 她想 奶奶咯咯了一夜 可是奶奶 还是咯咯着起来了 咯咯着 给她到食堂里 去打早饭 打掺了假的 小米饼子 玉米饼子 爸爸去年冬天 回来看过奶奶 她每年回来 都是冬天 爸爸带回来 半麻袋土豆 一串口馍 还有两瓶黄油 爸爸说 土豆是她分的 口馍是她自己采的 自己晾的 黄油是走后门搞来的 爸爸说 黄油是牛奶炼的 很营养 叫奶奶磨饼子吃 土豆奶奶借过来 蒸了 煮了 放在灶火里 烤了 给萧盛吃 口馍过年时 打了一次卤 黄油 奶奶叫爸爸拿回去 你们吃吧 这么贵重的东西 爸爸一定要给奶奶留下 奶奶把黄油留下了 可是一直没有吃 奶奶把两瓶黄油 放在躺柜上 时不时地拿麻布擦擦 黄油是个傻东西 牛奶炼的 隔着玻璃 看着它的颜色 是嫩黄嫩黄的 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 她看见小三他妈 给小四用松花粉扑养子 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 油汪汪的很好看 奶奶说 这是能吃的 萧盛不想吃 她没有吃过 不馋 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她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 能一气走到家 现在不行了 走到歪薄柳树那儿 就得歇一会儿 奶奶跟上了年纪的 爷爷奶奶们说 只怕是 过得了冬 过不了春呀 萧盛知道 这不是好话 这是一句骂牲口的话 哎 看你这乏样 过了冬天 过不了春 果然 春天不好过 村里的老头老太太 接二连三的死了 镇上有个木业生产合作社 原来打家具 修梨扒 都停了 改了打棺材 村外添了好些新坟 好些白帆 奶奶不行了 她浑身都肿 用手指按一按 老大一个坑 半天起不来 她求人写信 叫儿子回来 爸爸赶回来 奶奶已经咽了气了 爸爸求木叶社 把奶奶屋里的堂柜 改成一口棺材 把奶奶埋了 晚上 坐在奶奶的炕上 流了一夜的眼泪 萧胜一生 第一次惊艳 什么是死 她知道 死就是没有了 她没有奶奶了 她躺在炕头上 枕头上 还有奶奶头发的气味 她哭了 奶奶给她 做了两双鞋 坐得了 说来试试 自溜 她跑了 萧胜醒来 光着脚 把两双鞋都试了试 一双正合脚 一双大一些 她的赤脚 接触了躺底部 感觉到奶奶那的底线 她叫了一声 奶奶 又哭了一气 爸爸 爸爸败忘了村里的长辈 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 把奶奶给萧胜 做的两双鞋 也装在网栏里 把两瓶 冻都没有冻过的黄油 也装在了网栏里 锁了门 就带着萧胜 上路了 萧胜跟爸爸不熟 她跟奶奶过惯了 她起先不说话 她想家 想奶奶 想那棵歪脖柳树 想小三家的一对大白鹅 想蜻蜓 想锅锅 后来 她跟爸爸熟了 她是爸爸呀 他们坐了汽车 坐火车 后来又坐汽车 爸爸很好 爸爸老是引她说话 告诉她 许多口外的事情 她的话越来越多 问这问那的 她对口外 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 她问爸爸 啥叫口外 爸爸说 口外就是张家口以外 又叫坝上 感情坝是一溜大山 山顶齐齐的 倒像个坝 可是真大呀 汽车一个劲的往上爬 汽车爬得很累 好像气都喘不过来 不停地哼哼 上了大山 一大片平地 真是平呀 又平又大 像是赶过一样 怎么可以这样平呢 一上了坝 气候忽然变了 坝下是夏天 一上坝就像秋天 忽然就凉了 坝上坝下 刀切的一样 真平呀 远远有几个小山包 圆圆的 一棵树也没有 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平地 碧绿的长满了草 地块究竟有多大 爸爸告诉她 有一个农民 牵了一头母牛去离地 离了一趟 回来时候 母牛带了一个心下的小牛犊 已经三岁了 汽车到了一个叫 孤原的县城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一辆牛车来接他们 牛车走着走着 爸爸说到了 他坐起来一看 一大片马铃薯 都开着花 不远有一排房子 土墙 玻璃窗 这就是爸爸工作的 马铃薯研究站 土豆 山药蛋 马铃薯 马铃薯是学名 爸爸说的 从房子里跑出一个人 妈妈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妈妈跑上来 把他一把抱了起来 萧盛就要住在这里了 跟他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奶奶要是一起来 多好呀 萧盛的爸爸是学农业的 这几年老是干别的 奶奶问他 为什么总是把你调来调去的 爸爸说 我好欺负 马铃薯研究站 别人都不愿意来 闲远 爸爸愿意 妈是学画画的 前几年老画两个娃娃 拉不动的大萝卜了 上面两个饭可以当做小船的豆菜啦 他也愿意跟爸爸一起来 画马铃薯图谱 妈妈给他们端来饭 真正的玉米面饼子 两大碗粥 妈妈说 这粥是草籽熬的 有点像小米 比小米小 绿盈盈的 挺稠 挺香 还有一大碗鲫鱼 好大 爸爸说 别处的鲫鱼 很少有过一斤的 鲫鱼吃草籽 长得肥 萧盛吃得很饱 爸爸说 把萧盛接来 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 奶奶死了 老家没有人了 二是 萧盛该上学了 暑假后 就到不远的 一个晚小去报名 三是 这里吃得好一些 口外地广人稀 总好办一些 这里的自留地 一个人有五亩 随便刨一块地 就能种点东西 爸爸和妈妈 就在研究站旁边 开了一块地 种了山药 南瓜 山药开花了 南瓜长了骨盹 用不了多久 就能吃了 马铃薯研究站 很清静 一共没有几个人 就是爸爸妈妈 还有几个工人 工人都有家 站里就是萧盛一家 这地方真安静 成天听不到声音 除了风吹油脉碎子 沙沙地向下小雨 有时候 有小燕支扎地叫 爸爸每天 带个草帽 跟工人一起去干活 出山药 有时候查资料看书 妈妈一早起来 到地里 掐一大把山药花 一大把叶子 回来插在瓶子里 聚精会神地对着他看 一笔一笔的画 画的花和真的花一样 萧盛每天跟着妈 一同下地去 回来鞋和裤脚 沾的都是露水 奶奶做的两双新鞋 还没有上脚 妈妈把鞋和两瓶黄油 都锁在柜子里 白天没有事 她就到处去玩 去瞎跑 这地方大得很 没遮没当的 跑多远 一回头还能看到 研究站的那一排房子 迷不了路 她到草地里去看牛 看马 看羊 她有时候去 试弄试弄她家的南瓜 山药地 厨一厨 从鸡井里打半桶水 浇浇 这不是为了玩 萧盛是等着要吃他们 他们家不起伙 在食堂里打饭 食堂的饭越来越不好 草子粥没有了 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 现在吃红高粱饼子 喝甜菜叶子做的汤 再下去大概还要坏 萧盛有点饿得怕了 她学会了采蘑菇 起先是妈妈带着她采了两回 后来她自己也会了 下了雨太阳一晒 空气潮乎乎的闷闷的 蘑菇就长出来了 有一个蘑菇圈发了风 她不停地长蘑菇 呼呼地长 三天三夜 一个劲地长 好像是有鬼 看着都怕人 附近七八家都来采 用线穿起来 挂在房檐底下 家家都晒了三四串 挺老长的三四串 老乡们说 这个圈明年就不会再长蘑菇了 她死了 萧盛也采了好鞋 她兴奋极了 心里真跳 好家伙好家伙 这么多 这么多 她发了财了 她为什么这么兴奋呢 蘑菇是可以吃的呀 她一边用线穿蘑菇 一边流出眼泪 她想起了奶奶 她要给奶奶送两串蘑菇去 她现在知道 奶奶是饿死的 人不是一下子饿死的 是慢慢地饿死的 食堂的红高粱饼子 越来越不好吃了 因为掺了糠 甜菜叶子汤也越来越不好喝了 因为一点油也不放了 她恨这种掺了糠的红高粱饼子 恨这种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 她还是到处去玩 去瞎跑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 几先是拉了一牛车的洋砖来 他问爸爸这是什么 爸爸说洋砖 洋砖是啥 洋分压紧了 切成一块一块的 干啥用呀 烧啊 这能烧吗 好烧着呢 火顶旺 后来盘了大炕 后来杀了十来只羊 萧胜站在旁边看沙羊 他还没有见过沙羊 唉 一点血都流不到外面 完完整整的就把一张羊皮剥了下来 这是要干啥呢 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 啥叫三级干部会啊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 大队原来有两个食堂 南食堂和北食堂 当中隔了一个院子 院子里还搭了一个小棚 下雨天可以两个食堂来回地串 原来社员们分在两个食堂吃饭 开三级干部会就要挤到北食堂来 南食堂空出来给开会干部用 三级干部会开了三天 吃了三天饭 头一天中午羊肉口馍 哨子蘸油面 第二天炖肉大米饭 第三天黄油烙饼 晚饭倒是马马虎虎的 社员和干部同时开饭 社员在北食堂 干部在南食堂 北食堂还是红高粱饼子 甜菜叶子汤 北食堂的人闻到了南食堂飘过来的香味 就说羊肉口馍 哨子蘸油面 好香好香啊 炖肉大米饭 好香好香 黄油烙饼 好香好香啊 萧盛每天去打饭 也闻到了南食堂的香味 羊肉米饭 他倒不稀罕 他见过也吃过 黄油烙饼 他连闻都没有闻过 是香 闻着这种香味 真想吃一口 回家吃着红高粱饼子 他问爸爸 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开会干嘛要吃黄油烙饼呢 他们是干部 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呢 哎呀 你问的太多了 吃你的红高粱饼子吧 正在咽着红高粱饼子的萧盛妈 忽然站起来 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 又从柜子里取出了一瓶 奶奶没有冻过的黄油 挤开瓶盖 挖了一大块 抓了一把白糖 对点起子 赶了两张黄油发面饼 抓了一把油麦结 塞进灶火 烙熟了 黄油烙饼 发出香味 和南食堂里的一样 妈妈把黄油烙饼 放在萧盛的面前说 吃吧儿子 别问了 萧盛吃了两口 真好吃 他忽然咧开嘴 痛哭起来 叫了一声奶奶 妈妈的眼睛里 都是泪 爸爸说 别哭了 吃吧 萧盛一边流着 一串一串的眼泪 一边吃黄油烙饼 她的眼泪流进了嘴里 黄油烙饼是甜的 眼泪是咸的 一篇不错的文章 黄油烙饼 来自王增奇 希望您能喜欢 也欢迎您的转发和分享 今天就是这样 感谢您关注枕边经典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